接下来带您关心三则国际新闻 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沙提亚提14号抵台访问四天 毕生致力于拯救同工的沙提亚提 30年来已经拯救144个国家大约8万多名同工 这次来台访问他也在台北举办了演讲会 强调会在世界各国为孩童的自由权利还有受教权奔走 而总统马英九也回应 未来可在儿童保护议题上面跟沙提亚提合作 而先前海燕台风重创了菲律宾 而教宗方济各走进菲律宾的独鲁湾 举行万人弥撒替灾民们祈福 其中支援风灾重建的慈祭志工也到场 让大家见证到不止爱心五国界 宗教之间也可以没有隔阂 接下来带您关心欧洲反恐行动再度升级 为了防止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击 比利时也发动了一连串的反恐行动 图西从叙利亚反国的圣战室住处 因为有情报显示 这群人计划在比利时发动大规模的恐怖攻击 结果警方在东部的城镇维尔维耶和恐怖分子爆发了枪战 造成了两人死亡一人被捕 而警方更是同步搜查可疑分子 希望将恐怖分子一网打击